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双眉一锁 快速插钥匙开了门 一桌人的欢笑声戛然而止 全都扭头把目光射在张天昊身上 除了岳父母 桌上还有三位不速之客 高大帅气的郑彪 还有他的双胞胎儿子 陈思思赶紧起身打破尴尬 老公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 爸妈今天在镇上车站等车 碰到郑彪带着孩子进城办事 就坐了顺风车 到这儿正好饭点 就吃了顿便饭 张天昊换完拖鞋 勾嘴冷笑 也不上桌吃饭 自顾自坐在沙发上 顶人一支烟 烟雾缭绕中 斜眼打量郑彪 郑彪跟陈思思是一个村的 从小青梅竹马 陈思思父母一直撮合两人在一起 奈何陈思思对郑彪一点男女之情都没有 最后不顾父母反对 选择了风趣幽默的张天昊 岳母脸色从张天昊进门那一刻就阴了下来 几杯红酒下肚 她的眼神有些迷离 指着正彪的俩娃娃满眼羡慕 彪子 你好福气 你们家这段双胞胎真是稀罕死我了 给我们家思思传授一下秘诀 一听岳母提孩子 张天昊攥紧双拳 满脸英智 特别是岳母说话时不经意瞥了她一眼 眼神异味深长 陈思思思毫没有注意到丈夫的黑脸 跟郑彪有说有笑的 询问郑彪备孕的一些事情 需要注意什么 抱着郑彪的儿子轻人又轻 宠溺从眼角伸到嘴角没收 张天昊被眼前一幕幕 捉得心脏生糖 夜灭烟蒂 扑通一声 重重地摔了卧室房门 一桌人都被正耳关门的声音 惊到了 双胞胎哇哇大哭 晚上张天昊丢给陈思思冷冷背脊 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 往事在脑海中不停盘旋 张天昊当初凭借一张 巧舌如黄的嘴 用甜言蜜语 编织了糖衣炮弹 对陈思思发起猛烈攻击 两人第一次在朋友聚会上见面 张天昊就被肤白貌美 天鹅井的陈思思勾去了魂 勇敢上前说 美女 我想给你要一封绿丝的信 陈思思戏长柳叶眉一蹴 疑惑问 什么信 你的微信 陈思思野眠而笑 当晚张天昊按捺不住激动的兴气 把微信里给她 你微信里有五毛钱吗 有啊 这好我也有 咱俩搁一块吧 陈思思喜欢风趣幽默的男人 张天昊精具评出了搞笑段子 逗得她前腐后痒 两个寂寞的灵魂 每晚隔着手机 有说不完的话 感情一日千里 最终走进婚姻殿堂 岳母却觉得张天昊空 有一张油嘴 工作只是现场公交站台 小主管 没啥前途 第二个就是张天昊比陈思思矮半个头 又瘦得跟厨房菜满似的 有一种弱不禁风的感觉 没有男人的魁梧阳刚 对此陈思思不以为然 她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最重要的就是相处舒服 包容理解 可是时间一晃三年 两人都二十八了 陈思思的肚子一直瘪瘪的 这可击上了双方父母 每次家庭聚会 孩子总是照不过去的话题 夫妻俩总是被长辈 露骨的问话 修得面红而吃 开不起头来 两人成熟学久 觉得应当去医院查一下才妥当 检查结果是 陈思思正常 张天昊金子成活率有点低 但是只要条理得当 也是可以怀孕的 尽管医生说问题不大 但张天昊从那天之后 脸上就蒙上了一层 灰暗的宝物 没了网人的笑容 心理压力巨大 岳母读知消息后 三天两头进城 给张天昊熬中药 满屋子中药味 虎得张天昊直击眼 但岳母双手插腰 目光如炬 她也只能憋着气 仰头一眼而静候 身边的同事 读知张天昊情况后 把她的影集 当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 但也有关系好的同事 帮她介绍民间恒灵的中医 尽管同事可能出于好意 但敏感的张天昊 总感觉浑身不自在 心里温和 不过陈思思对她 还是笑脸盈盈 我俩还年轻 有的是时间 不要着急 孩子该来的时候 自然会来的 话是这样说 但日常生活中 陈思思还是抑制不住 对孩子喜爱 在小区碰上邻居少妇 抱着牙牙血雨的孩子 她忍不住伸手去动 看着电视听到小孩 萌萌的声音 歪头眯眼 身骨都酥软了 张天昊的心态 渐渐发生了变化 从幽默风趣 变成沉默多疑 她常想 自己不能生育 妻子却这么想要孩子 妻子会不会做 对不起自己的事情 这种念头 随着时间推移 从一个点 渐渐扩散成一支军队 一部分一部分 将张天昊攻陷 那天 陈思思半夜 收到一条微信 看完后 就把手机 塞到了枕头底下 张天昊却投逼一几 这么晚了 怎么还有人 发消息给妻子 在联想 妻子肤白貌美 开朗随和 在单位很受欢迎 莫不是同事知道 她老公不能生育 趁机献殷勤 第二天早上 趁陈思思上厕所见戏 张天昊偷看了 她的手机 昨晚那条微信 只是群发的 拼多多砍加链接 张天昊松了一口气 但是在最近联系人 发现陈思思跟 郑彪互动频繁 虽然只是平常问候 但每次聊天结束 郑彪都会发一朵 玫瑰花 对陈思思 张天昊把手机 塞回原处 心意堵得慌 想说又开不了口 直到那天 她在小区门口 看到陈思思 和一个西装 笔顶的男同事 走在一起 边走边说话 她赶紧追上去 正好听到男同事说 听说你跟你老公 一直没孩子 原因在你老公 一听这话 张天昊面孔筋软 两只阴漆漆的眼睛 恰恰盯住男人后脑勺 最终还是没能忍住 折起拳头 从背后偷袭了男人 陈思思脸又黑又绿 像泡在酱光里的酱瓜 我跟他只是同路下班 又没有挨多近 又没有轻易动作 只是一轻走路说话 你至于打人家吗 张天昊眼角没烧 全部搭了下来 腿上坐在沙发 垂头小声呢喃 我听到他说我那方面问题了 我是个男人 设不了这种话 陈思思叹了口气 轻抚他背景 好声好气地说 你不要这么敏感 心要放宽一点 互相猜忌会影响夫妻感情 婚姻需要彼此忠诚信任 经不起猜疑的 张天昊紧紧抱住陈思思 他不止一次想过 如果陈思思因为他不能生语变心 他该怎么办 他没貌没钱 只有一张憔嘴 只有陈思思这种不按时事的女孩 会义无反顾地嫁给他 这次吵架 让张天昊更加坚明的想法 无论如何 他都不能失去陈思思 不然他将一无所有 大半年过去了 尽管张天昊喝了很多补药 但陈思思的肚子依旧别别的 岳母脸色一年比一天难看 说话也寒沙摄影 愿着法地指责张天昊耽误了女孩 让他做不了母亲 张天昊从敏感多余 变成了重度焦虑 他整日愁眉苦脸 心事重重 问的最多的就是 老婆 我要是不能让你怀孕 你会不会跟我离婚 一开始陈思思还耐心十足 苦口婆心地安慰张天昊 你不要多想 现在医学很发达 你心态要好一点 你这么焦虑 对身体也不好的呀 张天昊根本听不进去 陈思思只要再加接电话 张天昊就会跑根问底 是男的是女的 次数多了之后 陈思思面露厌烦之色 索性每次接电话都开工坊 那天 张天昊又偷看了陈思思手机 发现有好几通 没有标注联系人的手机号码 他心头一紧 用微信加了那人手机号 一看头像 他傻眼了 那人竟然是正标 他把手机摔在陈思思面前 双眼心红 哽着脖子质问 其实我早就发现 他对你献殷勤 你妈妈经常在我面前 续续叨叨 故意提他 说他当初对你多么多么好 你跟他打电话 到底聊什么了 陈思思正没急事 把手机举到张天昊眼前 你仔细看看 全都是他主动打给我的 我都没存他号码 他只是问问我公司招不招人 他表明今年毕业 他帮着找工作 又没说什么过分的话 你至于这么草木鸡兵吗 张天昊冷哼一声 嘴角龙接触冰渣 他偷偷看过正标的朋友圈 正标高大魁梧 阳光帅气 一双灵儿 在正标面前 他就是矮半截的loser 他十分害怕 陈思思会变心 因为他打听到 正标离婚了 为了缓解焦虑情绪 让彼此都冷静一下 张天昊答应了领导 外出学习的事情 需要出差半个月 但却提前结束了 于是出现开头的一幕 第二天 陈思思主动跟张天昊道歉 我那天喝了点红酒 跟正标说话有点多 没顾及你感受 你不要多想 正标来我家 真的是我妈的意思 我事件一点都不知道 张天昊一把抱着陈思思 预计近乎祈求 老婆 我们做试管婴儿吧 只要有了孩子 你就不会离开我 我们会回到之前那般恩爱 陈思思愣正片刻后 冷冷拒绝了张天昊的提议 试管婴儿不仅费钱 人也要遭罪 而且我们现在还是租房 我们不是说好 攒钱买房呢 将来孩子出生也好 有属于自己的温馨角窝 如果我三十岁还怀不上 再考虑这事 张天昊心头滚过一个巨雷 现在八零后离婚率直高不下 有孩子还不一定能够走到头 万一哪天陈思思嫌弃自己 不能生育 有了二星 肯定会和自己离婚 为此张天昊朝长百节 高药色的紧贴陈思思 不让他多跟任何异性接触 特别是不准跟证标联系 陈思思十分无奈 但是也不想因为这事 闹得家里鸡犬不宁 只能一一阴雨 他听说用月三调养身体 可以增加怀孕几率 跟张天昊说了此事 他工作忙 让张天昊帮自己买月酸 张天昊第二天下了班 路过一家药店 进去买了一瓶月酸 他走出药店 好奇地打开瓶盖 他左看看 右看看 总觉得这些黄色的药片 不可能帮助他们俩拥有孩子 一个邪恶的想法 闪现在他脑海 不如买些避孕药 偷梁换住 这样妻子就不会怀上 别人的野种 就能避免喜当爹 他又折返药店 购买避孕药 药技师告诉他 短期的需要天天服用 长期的二十天服用一颗 张天昊眼珠子转了几圈 为了万无一失 买了长期的 叶酸就是维生素B9 是用来预逢胎儿神经管 畸形的 而且是水溶性的 只要摄入量不超出 常人最低需要量的二十倍 就是安全的 可是陈思思服用了七天之后 身上开始长痘痘 尿液发黄 他马腹一律 难道丈夫买的叶酸是低廉的 有副作用 张天昊见妻子出现了身体异常 非常心虚 但觉得避孕药 竟然能够在药店出售 就应该是安全的 最多就是有些副作用 身体适应了就好了 对陈思思获起了悉尼 你前两天聚餐 是不是物质的海鲜 陈思思回忆 好像吃了几口花甲 便也没多想 可是十几天之后 他又出现了腰疼 去医院一检查 是结实 需要服用排斥药物 陈思思依旧没有怀疑 身体抱恙 是因为张天昊 直到服用二十多天后 陈思思身体急准直下 唏嘘乏力 悬身发黄 脸上像蒙了一层黄纸 一个掠动医理的同事 告诉他可能是黄胆 是肝脏出问题导致的 陈思思吓得赶紧去大医院检查 结果让他目瞪口呆 胆红素竟然超出正常人的八倍 胆红素短期内几句升高 或引起肝功能筛解 慰藉到生命 这个结果震惊了所有人 父母伙计活了赶到医院 泪眼婆苏 苦苦询问医生怎么回事 医生也觉得奇怪 只能一项一项筛查 排除了病毒感染 等到梗塞的原因 引起了肝功能筛解 最后医生怀疑是服用了 导致肝损的药物 而且不是排斥药物引起的 那还服用了什么药物呢 陈思思告诉医生服用了叶酸 医生一脸诧异 因为他从陈思思临床表现来看 并未发现任何叶酸成分 把你服用的叶酸拿来看看 现在叶酸肿连患要繁多 我看看是不是复合成分 导致的肝损伤 陈思思让张天昊 把剩下的三片叶酸拿到医院来 张天昊吓得差点脸色惨白 支支吾吾推说不愿意回去拿 晚上在陈思思多次催促下 张天昊才满吞吞 不情愿的回了家 他回到家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扎耳挠腮 最后把瓶子里的三片叶酸 倒进了马桶里 回到医院垂着头 磕磕绊绊的跟陈思思说 我回家 不小心打翻了药盒 那去药店再买一瓶回来 陈思思此刻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 有气无力等 张天昊无奈了 只得装模作样出去撞了一圈 回来告诉陈思思 那家药店关门了 店不转让了 一旁的岳母眉头拧成结 自从女儿住院后 张天昊的脸色一直很难看 心事重重 这一切都太分长了 他偷偷回家找到了那瓶空叶酸 去邻近药店买了同样的叶酸 陈思思打开药盒一看 觉得奇怪 他吃的明明是粉红色的药片 而瓶子的药片却是黄色的 明显里面的药被人掉包了 而叶酸当初是张天昊帮自己买的 陈思思联想起这一年 张天昊因为不能生育 变得敏感多疑 万分焦虑 试问张天昊 张天昊见事情败露 跪在陈思思面前痛哭流涕 狂伸自己耳光 说自己只是一时糊涂并不是真心想害的 医生得知是长期避孕药中毒后 对症下药 挽救了陈思思岌岌可畏的生命 但是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后遗症 内分泌紊乱 肝脏遭受不可逆准的损害 因为避孕药中毒很少见 以后有什么其他的后遗症 医生也很不好说 时间真的很强大 可以在无声无息间磨灭两个人的感情 磨灭一个人的初心和良知 陈思思阻止了歇斯底里要报警的母亲 他觉得一日夫妻百日恩 就算张天昊受到法律制裁 他的身体也恢复不到从前了 何必把事情做绝 他心灰意冷 满脸泪痕斩断情思 颤抖着手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张天昊毁进了肠子 因为自己的异己私欲 亲手毁灭了陈思思健康的身体 和一段来之不易的婚姻 这一切难道不是他咎由自取吗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